花蓮市立幼儿园在今天举办了教师节主题日活动 小班的小朋友给老师一个爱的抱抱 中班的小朋友写卡片给老师 而大班的小朋友则是唱歌给老师听 市长魏佳燕也到场和小朋友们一起向老师们说教师节快乐 一首谢谢你代表了对老师的感谢 花蓮市立幼儿园大班小朋友们用歌声传达祝福 这是教师节前夕举办的主题日活动 花蓮市长魏佳燕特别到场制证教师节礼物 感谢老师们的辛劳和用心 今天非常的开心 我们全校的全体的孩子们到我们的广场 举办了这样的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的一个活动 那我在这边也要特别谢谢菲菲园长 等所有的老师们大家都辛苦了 那我想教育是百年大祭 那我要真的要真心的在这边 特别谢谢我们所有老师 那每当各个节日都非常的用心举办了很多 各项有意义的一些活动 那让孩子们了解这些活动的 或是节日的一个背后 那其实我们可以常常看到 我们室佑办理这样的活动 老师都亲自下场去做表演者 这非常的有趣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大班小班 还有中班的孩子们 那有的给老师拥抱 有的写卡片给老师 那刚刚也有唱一首谢谢你给老师 那真的非常用心的举办各项的一个活动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孩子们一同来参与 再次的感谢老师 那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花莲市又庆祝教师节非常温馨欢乐 小班的小朋友们给老师一个爱的抱抱 中班的小朋友写卡片感谢老师 而大班小朋友只是唱歌给老师听 花莲市长魏江燕也特别到场 和小朋友们一起向老师说教师节快乐 节路会欢迎时报道 bankrupt 谢谢大家